《汉奸》也分等级。他通风暴信致五千将士阵亡,竟然被从清发落。 纵观历史,国难当透使无数人人致使挺身而出。 与之相对应,也总有那么一些贪生怕死之辈,为个人利益气大易于不顾,成为可耻的汉奸。 汉奸对国家的危害是分等级的,他们能力越强,危害就越大。 潘玉贵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汉奸。 潘玉贵,和北延山县人,其父曾任广西知府,自幼保读诗书。 他不仅是清末举人,还曾留学日本,能说中日英等国语言。 除了高学历,还收藏古董,精通书画,爱好书法。 这样的人,即使放在今天,也算得上是个人才。 可就是这样的人才,却因一己私利出卖同胞,且刺刺据害。 他的出卖,直接导致1100名学生兵的牺牲和同龄阁,照更与两位将军的阵亡。 第一次,是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,当驻北平29军军长宋哲元制定好反攻日军计划,潘玉贵转头就将消息告诉了日本人。 宋哲元的反攻计划定于1937年8月1日进行,顾虚将主力赵登宇所部调来换房。 赵登宇没想到,这一消息竟被日军提前获悉。 他带住133个主力团中的一个先赶到南院,其余两团稍后抵达。 1937年7月27日,已提前获知情报的日军,对后来赶到的两个团进行伏击,部队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包围圈,击战后备全歼,只剩一个团长跑了出来。 28日凌晨,日军总攻南院,其火力集中点不天不已,刚好打在学生兵团驻地。 这些学生兵大多是北平课大学,中学器笔从容的,宋哲元把他们当作未来军队骨干培养,甚至舍不得让他们上前线,把他们安置到了相对安全的南面阵地。 在战斗前几个小时,他们才刚刚拿上枪。 潘玉贵不仅出卖了29军换房调动的时间、地点,甚至连兵力部署也一并告知了日军,可谓无耻至极。 他的投敌叛变,导致宋哲元的这群学生兵,死伤于1100人,而进攻的日军却伤亡不到100人,近乎11比1的代价。 这些学生兵,很多骨干日后必将成为抗日先锋,他们就这样死在南院,甚至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。 潘的第二次出卖,则直接导致了29军的全面溃败。 宋哲元得知日军开始总攻后,心里也明白南院守不住,遂于7月28日上午下令让赵登宇不撤离。 然而,此时的潘一不作二不休,以最快的速度,把这一消息转给了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二连队。 日军得到信息后,早早做了准备,赶在赵登宇撤退前,埋伏在路旁的田地,村庄中,密密麻麻的机枪,抬机炮,静静等待赵登宇。 下午4时,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府一进入,日军炮火就铺天盖地而来。 这场战斗,日军甚至没有够主攻是掩体,组织也混乱,但打击目标十分明显,以至于不用瞄准,再加上日军的空中轰炸,赵登宇不被打得措手不及,这场战斗成为一面倒的屠杀。 赵登宇所作的车,遭到火力重点覆盖,被打成了筛子,赵死状惨烈。 除了赵登宇,隋南院守军一起撤退的,还有副军长佟林格。 同帅不突围,被日军榴弹击中头部,壮烈牺牲。 此役,南院守军退下来几千余人,只剩不到两千人突围出去,史称南院血战。 南院血战后,29军大势已去,北平和天津沦陷,令人咬牙的还在后头。 29军残步难撤后,汉奸潘玉贵却选择留在南院,看起来不像是怕死的人。 事实上,他十分怕死,只是心知肚明日军不会杀他这个功臣。 日军占领北平后,潘玉贵被日伟封为警察局局长,不久又升任天津市长,赤裸裸的汉奸嘴脸。 抗战胜利,潘玉贵被当局以汉奸罪逮捕。 面对审判,高级知识分子潘玉贵后五廉齿的狡辩称,将29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,是为了两国的利益,指点日军进攻南院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,也是为了中日的利益。 让人恶望的是,当时竟有人被他这套曲线救国理论说服,认为潘不过是一介书生,于战士所知有限,从而做出了愚蠢的决定,其出发点应该是好的,应当从轻发落,戴罪立功。 由于一个国事的辩护,再加上潘家的上下打点,潘玉贵被从轻叛处,保败就医。 让牺牲的29军将士明目的是,1951年,潘玉贵再次被捕,罪名依然是汉奸罪。 这一次,他直接被关到了死。